明明是头驴却每天在孵蛋 而该孵蛋的又不知道自己是只鸡 出道将近二十年的中国歌手刀郎 在沉寂十几年后 发布最新立作《罗刹海事》 隐秽歌词中处处秀得到 讽刺一位 以蒲松林聊斋之意的一篇故事 作为歌词创作背景 描述在罗刹国中以丑为美 指驴为鸡的颠倒价值观 七月十九推出至今 出现各种翻唱版本 用中文演绎不够过瘾 甚至出现外语版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截至七月三十号 也就是发行才短短十一天 罗刹海事全球网络播放量 已经超过八十亿次 重新出击的刀郎 2004年 以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 从新疆发起 红遍大江南北 2008年 更为北京奥运会写歌 有人认为 这是刀郎 相隔十多年的复仇之作 目的在影射过去 打压他的那些中国 主流乐坛歌手 但更多人认为 这恐怕是在讽刺 当今中国时政 现在中国的社会问题 从经济一直到 所谓的地方 这些基础建设的公共安全 甚至于最近的台风 所造成的灾害 人民 他我想要用这首歌曲 来反映他的一些 对于当今的政治 社会情况的一个嘲讽 中国大陆 尤其是在疫情之后 当然官方一直在讲说 即将步入经济的一个大发展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 中国的一个失业率 其实不断的在提高 又是青年的失业率在提高 也就更让民众觉得说 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 你的报告里面看起来 都是这么的正面 但民众的生活 其实还是很苦的 在听到这首歌 看到这样的歌词完之后 他心里有去体验 他认为刀郎唱出了 他们心中的一个感受 刀郎以鬼怪故事发出反思 没有指名道姓 让网友自行想象 借此对黑白颠倒 美丑不分的现实世界 找到情绪出口 因为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 牺牲小我 保全大我的戏码 一幕幕上演 七月二十三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中学体育馆 发生坍塌事故 造成十一人死亡 四人受伤 家长控诉 事发之后无人沟通 无人负责 本该受到安抚的受害者家属 反倒被当局视为作乱的维稳对象 颠倒了处置措施 令人折舍 中国北京长丰医院 今年四月发生重大火灾事故 十八号中午 医院就窜出浓烟 病患甚至薄命 爬到外墙上的冷气机求生 但中国官媒 却偷到晚间八点才陆续报道 距离事发当下 整整晚了七个小时 如此重大的消息 也没登上中国网路热搜 从新闻上才得知消息的家属 不仅没接到医院通知 想跟医院要份死亡名单 还要等医院向长官层层启示 中国的最高层的领导人 在这过去这几年 他其实不断在收紧他们的权利 那把很多事情都跟国家安全 挂钩在一起 在这样没有自主性的条件下 他当然可能更容易走向 所谓的官僚主义 因为他没有决定权 他也不知道长官的红线 到底在哪里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最好的作为 其实就是去问长官 那但这样的一个作为 其实可能就更 与民意的期待是背道而驰 这是老鼠啊 看得出来吗 老鼠的牙齿看得出来吗 看得好吗 牙齿 是牙齿的牙齿 六月中江西某学院学生 在学校餐厅吃到老鼠头 原本学校和地方政府 一口咬定是学生搞错 逼迫他发道歉文 最后沈教育厅 沈公安厅等机关 组成联合调查小组 才终于查明是属非鸭 让这起直属为鸭事件 一笑大方 而在疫情期间 中国动态清零 上锁官人 再加上经济政策的 招令戏改随心所欲 种种荒诞事件都再次印证 中国官场颠倒是非的恶习 无法改善窘迫的环境 又要追求秩序的绝对稳定 中共用蛮力捧绑人民 因此出现各种颠倒作为 刀狼的罗刹海事 就像一面照妖镜 映照出中国官场 中国社会的各种鬼故事 听传论话 李少博曾报道